蠻多數的敏感機通常是來自於 以前開始就累積著不當的保養習慣 或是持續性的傷害造成的 所以當你覺得皮膚敏感的時候要審視幾件事情 第一個你有沒有清潔過度 你有沒有用不必要清潔的東西在臉上亂塗亂抹亂刷 第二個保養品是不是差太多種了 因為保養品每一種都有它的一些成分在裡面 有一些差多的話這些複形器防腐劑成分就累積起來濃度就高了 長期會有慢性的毒性 第三個是不是你有做很多的療程 比如說你是不是有長期做性的酸患膚 果酸患膚的東西做太久太密集在做了 或是雷射打得太頻繁了 這些都會造成皮膚的一些受損 所以當你皮膚會敏感的時候 先審視這些狀況 有這樣的狀況趕快做點調整 然後找皮膚科醫師做諮詢 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挽救的部分 可以做調理的部分 才不會說一直走下坡道不可逆的階段 與你看看 這一個節目一些 手段精神的效果 只能保持人物 如果在花